暑假期间秀林乡公所开办部落市集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在崇德海湾举办2020秀林精彩一夏 崇德德吉利月牙湾海洋音乐市集 邀请到在地的手工艺品、美食还有部落歌手 希望让前来的游客可以体验到最在地的美食享受 迎接一个半夜的暑假期间 秀林乡公所并且在崇德海湾规划部落市集活动 邀请部落手工艺品、西游比林 在地美食和部落音乐歌手团体 来体验部落的生态之美 秀林下面代表会主持人赖金姐 下面代表陈美莲、菜培伙 在地的村长佐明毅来全程支持活动的办理 今年乡公所开始往崇德这里 其实大家都看到 崇德有整个秀林最漂亮的山 还有最美丽的太平洋 那希望公所借着这个活动 将我们秀林山的好山 秀林的好山、好水推广给全台湾 甚至国外的朋友知道 我想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是受到很多乡亲的建议 那刚刚在这个活动过程中 我们毕竟崇德村是第一次办 那希望以后能够越用越大 越用越热闹 我们崇德有那么好的资源 而且有在地有那么多的外地的人来这里 来参加来看我们这边的风景 而且有独木舟、有露营、而且还有农场 还有我们这边有也可以滑翔翼 有这么好的天然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很愿意 而且也很希望能够把这里的所有的观光产业 还有我们部落 愿意在我们的部落经营的年轻人 大家一起连结起来 甚至是民宿业者 我们都希望连结起来 把这个地方带起来 他希望是我们秀宁湘北区一个最好的一个亮点 我们崇德村未来不只是只有好山好水 我们未来我们崇德村 在我们花蓮县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部落 他未来就是我们花蓮不可缺少的一个观光景点 也未来我们崇德村 在我们这么多亲朋好友的一个参与之下 我们的努力的村民 我们会有所回报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新的开始 大家慢慢去体会 我们崇德村在未来花蓮县是一个新的景点 我们秀宁湘是一个新的榜样 下午六点看着清水断楼的美景 随着崇德海湾的海风 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同时也吸引在地的主人和游客来这里游玩 新闻相公所表示 因为这是第一次办理 所以进行规划来这里 运用在地的天然资源 带动布鲁手工艺品和在地客户们 让大家来这里可以一游 记得就让我们学校报道